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癌症的讯号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身体很好 怎料一去做身体检查 就发现原来可能有末期的癌症 但是其实癌症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你身体上发生的 其实我们平时都应该去预防 今天就请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怎样去预防 或者怎样去 例如有什么经典 可能会有癌症 自己就要留意 知道了 现在癌症是头号杀手 其实很多人的家庭里面 或者认识的人里面 都会发现有癌症 可惜很多人都在几个月之内就过身 当然了 其实这种这么常见的问题 其实到底是怎么形成呢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已经很清楚了 他说癌症就不能够在一些微检性的人体里面形成 这就是酸碱度的情况 癌症只能够在酸性身体里面形成 如果你有癌症 就说明你的身体是酸性的 好了 癌症只能够在一个酸性的身体里面扩展 如果你的身体变得弱检性 癌症是不能够扩展的 如果你能够平衡你身体的所谓酸碱值 令到你的身体是转变成弱检性的 不管你得到什么癌症也好 你也有转变和被医好的能力 好了 不管你的问题是多少严重 不要说你只能够活到六个月 如果你能够转变你身体的酸碱值到微检性 你的癌症就不会抗转的 就会痊愈的 好了 也不需要担心你家族里面 你的妈妈爸爸或者任何人都有癌症 因为只要你的身体是微检性的 你不会 如果你已经有了 它也会转变的 他说 癌症其实是酸性体液里面生存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如果你的身体是酸呢 那你就会得到癌症的 如果你是微检你就不会得到癌症的 如果你已经有癌症 只要能够调整你的身体的pH值 就是酸碱值到微检 癌症就会离你而去的 那就是说 预防癌症的秘据是十分之简单 就是尝试一些检性的食物 以防止酸性废物的累积 因为酸化的体液环境是正常细胞 癌变肥育的土壤 那调理的体液的酸碱平衡 就是预防癌症最有效的途径 好了 我们癌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一就是心境 心境那方面很重要的 心理的平衡 在我过去33年的行医经验 也都看过无数的癌症的病人 可以这么说 我未曾遇过一个病人 本身是很开心心 很乐观派的人 是有癌症的 我遇到那些大部分有癌症出现 多数百分之八十五 有一个调查的经验 他说这百分之八十五 是曾经有情感上的挫伤 或者的矛盾 或者 很多时候是心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当然 我们的饮食习惯 以及我们的适当的运动 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八大健康的因素在哪里 是我们的食物 水 运动 休息 空气 阳光 心境 以及地球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导致 我们健不健康的八大主要因素来的 好了 第一 要预防癌呢 我们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先 词煙 戒烟 限酒量 食烟 世界坏生组织的预言 他说 如果人们都不再吸烟的话 五年之后 世界上的癌症将会减少三分之一 记住 如果不是控酒 烟 和酒是极酸的酸性的物质来的 长期食烟 和喝酒的人呢 是极之容易导致酸性的体质 第一 好了 第二呢 就不要过多地吃咸或者辣的食物 也都不要吃过热 过冬 过期 或者变质的食物 他说 年老体药 或者有某种疾病 那个遗传的基因的人呢 就吃一些是磅癌的食品 以及含减量高的 减性的食品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他说 他有良好的精神 对人的心态 应付压力 劳日结合 懂得休息 不可以过度疲劳 可以看到压力是主要导致癌的隐忧 在忠于角度认为 压力会导致过劳体虚 从而引起免疫功能下降 内分泌失调 体内的身体的代謝缭乱 导致身体内的酸性物质 是沉积 压力都可以导致精神紧张 引起气滞血与 毒火内陷这种问题 还要加强 体育的锻炼 增强体质 多一些在阳光下面做运动 多一些出汗 可以将体内的酸性物质 是随着汗液排出体外的 亦都是避免形成酸性体质 生活要规律 生活习惯不规律的人 例如去熬夜、唱歌、打麻将、夜不归 这种生活的规律 都会加重体质酸化 亦都容易患癌症 所以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而保持微检性的体质 令到各种癌症的疾病 是远离自己的 还有 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 比如污染的水 农作物 家禽、鸡蛋 发毛的食品 还有要食一些有色的有机物品 要防止病从口进入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有基因的食物 基因改造的食物 在外国已经有很多的资料 发现导致现在的很多病 敏感、糖尿病、癌症 是突然飙升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外国很多国家 已经禁止基因改造的食物入口 比如在欧洲来说 也有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已经很多人要求 政府应该要立例 要将有基因改造的食物 要有标签的 很奇怪地 竟然这些食物公司 极力反对 将有基因的食物标签了出来 他们口口声声说 基因食物是很好 没有问题 既然是这么好的食物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 要不让人知道 原来这个是基因改造的食物 大家都深知肚明 是发生过什么事的 好了 酸性的体制是人体里面 大量摄入高脂肪 高蛋白 高热能食物的结果 可以看到 还有很多煎沾液毒的食物 这些是很酸性的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见的食物的酸碱性是什么食物 很强烈的酸性的食物 就是弹簧 雨落 白糖 西点 即是高点 那些 那个 废子 烏鱼子 还有柴鱼 柴鱼 柴鱼 这类 中酸性的食物 包括 火腿 鸡肉 魷鱿 魷鱿 猪肉 鲜肉 鰻鱼 牛肉 那个面包 小麦 奶油 还有马肉 那 微酸性的食物 包括白米 花生 啤酒 油炸的豆腐 海苔 那个蜆 章鱼 那个泥 泥抽 好了 微简的食物 OK 开始好些了 就是红豆 萝卜 苹果 金兰菜 洋葱 豆腐 中简性的食物 就包括什么呢 是 萝卜肝 大豆 胡萝卜 蕃茄 香蕉 芝 吉 吉子 香瓜 草莓 蛋白 莓肝 柠檬 和菠菜等 极强简的食物 就是最好的食物 就是那个 葡萄莓 葡萄 茶叶 绿茶叶 葡萄酒 海带 和天然的绿醋类 食物 可以这么说 海带是简性食物之王 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些海带 是有帮助调整酸性的体质 所以 平时 如果经常都感觉很疲倦 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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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身体有些 冬痛西痛的话 不妨先吃多些海带 除此之外 也有些人说 喝茶可以解减醋 除了茶叶里面的那种有些兴奋的成分之外 茶简能 就是中和体里面的酸性物质 也有办法 帮助缓解皮革的作用 还有素食是当然最好的方法 只要坚持素食一段时间 身体自然会慢慢变成简性的体质 当然素食方面 也要记住 蔬菜很重要 谷类的那些 其实都有少少微酸的 好像白饭那些是微酸的 所以最重要是 懂得如何去选择简性的食物 当然素食的食物 大致上都倾向选择简 就算酸的也不像肉类那些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癌症的讯号 袁医生 有什么人的身体容易变酸? 第一是癌症的一族 晚上的一族 如果是明天时 之后还没睡觉 原来人体的代謝作用 是转会由内分泌燃烧的 用内分泌燃烧 就会产生毒素很多 亦都会令到体质变酸 通常癌症的人 很多时候就会得到很多慢性疾病 有机会是比较 吃烟或者喝酒的人 都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每天 尽量在晚上12点之前 应该睡觉 就是不要经常熬夜 如果真的要熬夜 一个星期最好最多一次 熬夜 那时候就不要吃肉 尽量吃多些碳水和化合物 这样假日也不会特别疲 亦都可以将伤害减到最低 好了 第二就是宵夜 尤其是晚上8点之后 就要吃饭的人 这种叫做宵夜 吃宵夜 隔天就容易累 起不了床 肝也会受损 因为睡觉的时间 人体各种器官活动力会减低 处于所谓休息的状态 这个时候让食物留在肠里面 会变酸 会发酵 以及容易产生毒素 伤害身体 好了 还有一类就是早餐的逃兵 即是一日三餐里面 其实早餐很重要 但很多人就不吃早餐 一早就空着肚子 身体内没有任何动力 自然会自动使我们的甲状腺 腹甲状腺素 以及下脑垂体的线体 是会推动它 这个就会令到这些线体抗进 体质变酸 长期以来 亦都容易导致各种的慢性病 好了 第四就是精食一族 小运动 和常常坐在办公室上上班的族 是最容易出现这种错误 因为食得少 以及又刻意选择一些很精致的食物 少是粗糧 这种人的腸 通常都扭得特别快 肝脚功能也变差 排便都是黑色 以及经常性会便秘 因为精致的食物 是缺乏纤维素 会导致腸内的功能变差 甚至乎萎缩 所食的食物 变成毒素 令到体质变酸 慢性病便于是开始了 其实癌症令到很多人 觉得很恐慌 但这个完全不能够 离开魔爪逃离 所以美国的网络医学博士 近日刊出一个美国癌症协会的专家 总结出 男人和女人最容易忽视癌症的症状 提醒大家要拿癌症的枝书马迹 因为有调查显示 与其是晚期的病人去治疗 五年的生存率 只有10%到30% 早期的癌症病人 如果就算用一般的正规 传统的西方法 五年的生存率 也可以高达70%到95%以上 好了 其实有什么先兆呢 男人和女士应该注意 有什么特别的先兆呢 其实大家注意 有13个 男人先 男人注意什么呢 当你高院变化 高院癌 多发的年龄 都是20到29岁 很年轻的 而美国的癌症血管 既然男性每月应该自我检查 高院的情况 包括高院的大小变化 如果出现明显的肿大或者缩小 那个阴囊内出现 抛囊这类的事情 阴囊最痛的感觉 有些问题应该即时要就医 尤其是阴囊 阴囊又坠坠又涨 感觉里面好像烧了一个霉球 这样的感觉 而且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其实应该要立即找医生调诊断 因为这个是高院癌 最典型的先兆 需要进行血液检查 以及阴囊的超音波检查 第二就是小便问题 随着阴囊增加 男人的小便问题 会逐渐是普遍的 也会尿频的 尿急的 或者是尿不清的 都经常见到的 如果症状加重 尤其是小便 有强烈的压迫感 应该警惕有前列腺癌的 通常应该做直肠的 手指检查 让医生摸一摸前列腺 医生会告诉你 你是不是前列腺肥大 或者是前列腺癌的主要症状 虽然如此 我和大家也分享过 其实很多前列腺肿脏 或者前列腺癌 很多时候都不会令你短命 所以有时候 都要了解多少少 每种癌的一般的走势 女性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 第一就是腹脏 肚脏脏脏 很多女人以为 肚脏是很平常的 不用大惊小怪 但这个也可能是 卵巢癌的症状 是天津有一位 肚脏预防医学中心的主任 刘俊田介绍 他说 腹部持续的肿脏 是有压迫感 还有疼痛 腸胃不舒服 出现进食困难 或者是极易有些 饱肚的感觉 持续几个星期 这个可能是 卵巢癌的症状 第二 不规则的出血 美国的肿瘤科学家 有一个 有片 戴利博士表示 他说 原来 月经周期之间的 阴度异常出血 或者大小便出血 很容易被女性不视 他们可能是 苦科常见的癌症 例如 子宫内膜的癌症 这是很大的先兆 至少 四分之三的女性 有这些症状之后 被检查出来 患上了 子宫内膜癌 而大便出血 也可能是结肠癌的症状 好了 男女双方都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 就是乳房的硬块 乳癌 乳性癌 不是男 不是女人的专利 男人都应该要积极预防 女人如果知道 发现乳房的皮肤发红 有肿块 就要份外小心 尤其当乳房出现皮疹 而且持续数 几个星期不退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在肿瘤专家里面 有位林登博士曾经说过 他说 他说 不是暴雨期的女性 乳头才会掉下去 而且经常出现 有些液体肾出来 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讯号 对于男性来说 如果乳头的皮肤 都起了咒 乳头收缩 或者不对称 或者乳头大小 和形状改变了 或者乳房红肿 出现硬块等等 都是乳头研发的表现 也是乳癌的症状 这种乳房的肿胀 如果一天不痛 它会逐次慢慢变大 一般都不会痛 很多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痛的问题 反而是癌的机会少些 因为痛是代表身体在发炎 就是发炎 身体是一种预防和处理的手法 反而很多种化 是不痛不胜的 反而还要紧张一些 第二就是疼痛的方面 美国盲铐症协会表示 随着燃灵增加 身体当然疼痛会增多 但身体某个部分 莫名其妙的疼痛 并且持续一个星期以上的时候 应该要尽快去查明原因 因为无缘无故的疼痛 可能是癌症的先兆 虽然 譬如 长期腹痛是大腸癌症状 胸部的疼痛可能是肺癌饮起的 骨头的酸痛也可能是癌症转炎的症状 他说 如果胰部的疼症癌 表现通常是上腹区的 譬如好像肚腩周围 或者右上腹出现一种环固性 鈍的 鈍性的 或者皎痛也可能是震发 也可能是转移性 通常是会逐渐增加 向腰部出现放射 这些都是一种先兆 可能是疑似癌的先兆 好了 还有就是 琳巴结的变化 这位伦敦博士表示 他说 不管身体哪个部位 尤其是脚底 或者是颈部 颈部出现 琳巴结肿大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琳巴结持续增大 超过一个月 很可能是乳癌 或者是浓癌的症种 好了 第四 发烧 发烧是一种 一般都是由流感 肺炎 或者其他炎症导致的 还有如果是有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烧 其实很可能是危险的症状 美国癌症协会表示 癌症扩散到身体其他气管的时候 通常会导致发烧 比如琳巴瘤 白血病这些血癌 都通常有发烧的症状 就像中医医学里面的 有位总流科的主任 他补充 他说 琳巴瘤 是早中期的 会表现持续低热的 有些人经常觉得自己的高 好像有一点暗热的感觉 温度会在38摄氏左右 当合并同时也感觉有感染 当然可能会发烧 但一定要检查 包括X光的照肺 CT素描 磁禄共振等方面的检查 现在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癌症的讯号 袁医生刚才你提到 有很多癌症的先兆 那还有呢? 好了 第五就是 当你的体重 无缘无故地降低 很多人认为 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体重 可以减肥 当然很开心 但如果在一个月内 没有增加运动量 也没有减少饮食 体重莫名奇妙到下降到10% 那就应该及时去找医生 因为体重急剧下降 或者不想吃东西 或者反复性的肚舍 或者便秘 最常见的是什么? 肺癌 胃癌 肾癌 肾癌 和大肠癌的症状 对女人来说 当然也可能是夹抗者 好了 还有呢 持续性的肚痛 加上抑鬱 美国癌症协会的一位官员 曾经提过 他说 如果肚腹部持续疼痛 而且加上抑鬱症状 极可能患了疑腺癌 因为专家发现 抑鬱和疑腺癌的关系很大 其他痴状也会包括黄胆 和大便呈现反常的灰色 好了 第七就是疲累 一般人来说 感觉疲累是一个癌症 已经有所发展的迹象 但对于一般白血病 腸癌、胃癌来说 可能是发病的初期 就已经开始感觉到疲累 而癌症的疲累 和普通的疲累 有什么不同呢 美国癌症协会 一个专家表示 普通的疲累 休息一下就会消失 而癌症的疲累 就无论如何休息 都觉得很难改善 好了 第八就是 咳嗽 不停的咳嗽 美国喬治城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博士 他表示 如果莫名其妙的咳嗽 持续不断 如果超过三四个星期 就应该看看医生 也可能是肺癌 或者喉癌的征兆 当然 在香港很多人 都是有运劲 或者上呼吸道 减养之后 他会卡卡卡 几个星期 也有些人 到冬天 定时 就会卡卡卡 一段时间 好了 第九就是 吞咽困难 原来长期有吞咽困难的 可能也是喉癌 食道癌 和胃癌的征兆 应该及受接受X光的胸透 或者胃镜的检查 所谓是咽吞困难 一般人对于饮食时候出现那种 胸骨后面有点不舒服 或者食管里面有点不舒服 对面有点异物感 有些人就算不吃东西也好 都经常都觉得 食管壁里面 好像有些菜汁 有些碎片 或者米粒 这样黏住 那么胸吞 下食物之后 会感到食物下痕慢了 甚至停留在食管里面 这就是一个 胸吞困难的问题 第十就是 皮肤变化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的皮肤突然之间出现 包快 或者色素沉着 或者变化很明显 亦都可能皮肤癌的征兆 观察 几个星期之后 应该立刻去找医生看看 另外 无论年老年轻 一旦皮肤突然出血 或者有异常的剥落 也应该去找医生去查一查 好了 第十一 异常的出血 根据米粒里博士表示 除了变血 除了痴瘡之外 亦都很可能是肠癌的征兆 一定要即时接受结肠镜 肠镜的试检 这位是说回北京 北京同仁堂医院备尿外科主任 医生也是陈山也提醒的 方面 40岁以上的中年老年人 除了女性惊奇之外 如果出现有没有痛的尿血 或者排尿困难 应该警惕的是膀胱癌 或者是肾癌 那么腸癌除了变血之外 如果肿瘤生长在靠近肝门的地方 亦都可能出现大便 变细 或者是次数增多,甚至会引发大便的困难 即是有个肿块,当然你的肿出来的便会变形 第十二就是口腔变化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指出 食烟的人要特别注意口腔和舌头上出现的白色斑块 这也是口腔癌的先兆,即是黏膜的白斑病 第十三就是消化不良 尤其是老年的男性和女性 除了怀孕期之外,长时间的不明原因持续消化不良 可能也是食道癌、胭癌和胃癌的征兆 其实我们和大家以前分享过很多不同的自然医疗医治的医生里面的说法 其中我和大家谈过就是关于Dr. Kelly所说的那一套 Dr. Kelly自己是一位牙科医生,可以说是整牙的,枯牙医生 他从70年代到74年就被发现自己有胰臟癌 他也知道在传统现时的医疗医疗癌 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例子 于是他唯有自己想办法 最后他就发现了 原来耶路大学很多年前 有位Dr. Beer提出了 他说原来癌症是胰素不足,消化不足的关系 所以他的经验说,如果癌症的先兆 其实除了我们曾经所提及,消化突然之间差了 即是我们的消化酵素不够 而且有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我们的视力差了 即是无缘无故,视力退化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即是眼部的蛋白质那些问题 其实这些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癌症的先兆 袁医生,那你在你的诊所里面 有没有一些简单 有没有侵害性的方法去做检查 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癌症的? 如果大家了解,其实癌是什么呢? 癌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伸直细胞 在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是企图自己成长为一个胎儿 其实癌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胎儿 我们通常有种方法去检查 那个女士有没有怀孕 其实我们只是用这个概念 既然癌的细胞 其实我们身体自己的细胞 在某种不正确的或者异常的环境之后 易变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细胞 好像一个胎儿 一个胚胎来成长 那我们其实是检查一种孕妇用的检验方法 就是用HCG HCG是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其实可以这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怀孕的人 看看有没有怀孕的人 其实是检验荷尔蒙的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份量 是小很多的 即不是一般的情况 那我们就用一个病人的尿液 用半杯的尿液 那我们就特别来测试后 来测试到底HCG的成分够不够 那么我们通常这个很简单的 用尿液的方法 可以知道 到底你的身体 有没有这些胎儿的细胞 是几途去成长的 那这个是我们 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对这些癌症病人 通常我就采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呢 但是最重要 都要大家了解 我和过去很多细都提及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癌 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一个人平均在一身里面 有六次到十次机会 是有癌的细胞出现的 那当然呢 最重要最重要 大家做足的真正的预防的措施 是不要令到我们 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都会出现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预防 那其实我刚才所说的 叫做及早发现而已 那和我的真正预防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诚好强调 我们真真正正要做到 是真正的预防 连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 那些早期的症状都不要被他出现 那这个就是最上的上策了 多谢今天元医生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元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谢谢元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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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你轮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